关于抗金龙妹妹如何被黄梅收服这档事 坊间众说纷纭 有的甚至提到了黄梅亲自下场男女双修之类的事 要我说放屁 这一关确实有着一些那方面的隐喻 黄梅自己也确实提倡纵情纵欲 但想要收服正儿八经天庭新官抗金龙 其实靠蛮力可得 今天我就要给抗金妹妹洗一洗这泼天的脏水 首先抗金龙此番下凡参加黄梅的相会 是请指后获得批准的 这一点是后续解读的中号信息 我们暂时用不上且先码住 着重要来看的是那条十尾大金鱼 在大圣生死后 黄梅洗提六根之一的鼻根鼻秀爱 其本质是一条十尾大金鱼 名叫和罗鱼 在《伤害经》中有记载的一种奇珍异兽 它有一个认可度比较高的现实原型是什么呢 章鱼或者其近亲 鱿鱼墨鱼乌贼等等铁板之友 这种东西有一个比较知名的手段 喷墨污染水域混淆视听 当我们进入人种代时 里面弥漫着的红雾 是不是很像这种鱼放的 类似墨水公用的雾气 或者直接说就是它放的屁 这是联系现实原型的推测 不是特别重要 接下来才是比根鱼的关键信息 首先黄梅的核心理念之一是什么 破除偶像 这个偶像可以是你心中景仰的 尊崇的人 在黄梅提倡释放自行 放飞心欲的理念下 更可以是你向往的人 你喜欢的人 你爱慕的人 抗金妹妹影神图中又说 黄梅直接点出 你来是为了那猴子 抗金龙闭口不言 这里无反确定 抗金龙对悟空到底是哪种感情 不一定是男女之情 但一定是十分重要 足以牵动心弦的感情 能让她专门下界来调查她的信息 那么对应到这里的剧情架构 悟空其实就是抗金龙的偶像 而黄梅喜欢干的事情是什么呢 帮人破除心中的偶像 抗金龙和黄梅一番交涉 被收入神宠带时 她依稀看到带中有只十尾金鱼 炒自己游来 待黄梅再次将其放出 兴君也变得痴痴傻傻 黄梅笑问 如何 她可还是你熟悉的那般英雄 抗金龙问道 她与满天神佛皆是如此 黄梅不知可否 又过了许久 抗金龙跪在地上认了师父 很显然 黄梅并未亲自入带 而是 在鼻根鱼的作用下 抗金龙在带中看到了 她 孙悟空做了什么事 导致她问 她与满天神佛皆是如此 并最终认了福 从而黄梅 视角转向另一边 对照组小张太子 她有没有被驯服 没有 她抵抗金石的办法是 刺虾双目刺龙双耳 那按道理来说 十尾金鱼作为鼻根鱼 鼻秀爱 她作用的应该是鼻子 她放的皮 喷出的红色毒物 作用的是鼻子 你小张太子戳眼耳有什么用 但人家还真就有用了 小张太子在我们来时保持了清醒的神智 为什么 那么请问 游戏里可有一个字 提到小张太子被吸入了人种袋 见了鼻根鱼 没有 所以正确答案是 小张太子他这次压根就没入袋 他经受的是魔音的洗礼 而非鼻根鱼的洗礼 再来看对照组三 我们天命人 入带了没 入了 但是却没有见到鼻根鱼 我们再带中遭遇的 是一路上反复遇到的花果山老乡 吃烤马猴 这又是为什么 这么安排是什么意思 偶像抗金龙 世卫金鱼 悟空小张太子 吃烤马猴等等 这些散落的信息点 如何把他们合理的穿起来呢 接下来便是最爽的穿珠子 听故事环节 话说那鼻根鱼可放一种红色的屁 此种屁如兴奋剂一般 可令人亢奋 迷乱心神 就放大自信的功效 在配黄梅的场外 语言催眠和异能释放三管齐下 管教人丧失自我 被黄梅拐进沟里 但鼻根鱼的红屁那是十分的珍贵 太好蓝了 或者说可能让人家鼻根鱼损耗太大了 总之黄梅并不能无节制的用 何以见得呢 在于龟蛇二将大战时 黄梅让鼻根鱼用的是物理攻击 用触手死死缠住敌人 最后硬是靠时间拖死了对手 收服四将时 黄梅基本上都是亲自动手 倘若红屁随便可用 那一股脑泉收进人种袋 反正袋子肯定是能装得下 再招好风口 在袋子里好好用屁咽上一咽 不完事了 费那么大劲干嘛 黄梅全场只被批准用了一次鼻根鱼 涌在了抗金龙身上 为什么用在抗金龙身上 一方面是黄梅习惯性不要脸 用作弊手段征服抗金龙 以便证明自己偶像就是个屁 偶像都是虚假的的理念 而更深层的原因是 抗金龙是实实在在惹了黄梅身后的大佬 弥勒的人 当年取经路上小雷因斯一难 悟空受困金挠中 那弥勒的金挠谁都撬不开 弥勒笑心心正想着多给如来摆些脸色呢 结果抗金龙用尖锐无比的脚 硬生生给钻了进去 你挺能钻啊 大佬丢了面子 他通常都是会找补回来的 这次到了游戏里抗金龙被收拾 我认为一定是有这么一层一死在的 因为另一个叫毛日新冠的神 同样也是因为惹了某位大佬 结果落到了非常悲惨的下场 我们随后再会讲到 话节上文 鼻根鱼的屁非常的珍贵 黄梅根本不能乱用 所以为了达到他引导人欲 控制人心的目的 黄梅制造了一种鼻根鱼红物的下位替代品 什么呢 不涂塔 魔阴光 魔阴灌耳 魔光夺目 可将人突入如梦似幻的幻境 神智持续受到侵蚀 但心中的欲望被放大了 精神亢奋 气力大增 美容科药一般 具体表现就是攻击力变强了 但血上限却在不断减少 要知道这是我们这种体质 异于常人者受影响后所呈现出的状态 对于那些普通人 其身体反应一定是要严重得多 此种魔阴光每天都会高频次的出现 中年不断 普通人根本经受不住 能留下来的都是强者 黄梅造这座浮屠塔 既是监牢又是修行地 能从这里走出去的人宛如再造 无不对黄梅心服口服死心塌地 浮屠塔驯服他人靠的不是别人的修炼和悟道 而是上了手段魔阴光 所以我们的小张太子 是通过刺耳朵刺眼睛的方式 成功抵御了魔阴光的侵蚀 保留了较为清晰的神智 整个浮屠塔的修建 从形式意义上讲 体现了黄梅野心吞天 妄图构筑自己的轮回体系的思想 经由我浮屠界的洗礼 你们都将获得新生 我黄梅简直就是连轮回都可掌控的世间至尊 从公用意义上讲 浮屠塔就是用高深默测的神秘主义姿态 唬人销行 实则行外力折磨之势 从而达成黄梅驯服他人 还要装作人家是自己销行 自己误了的目的 典型的黄梅手段 从游戏设计的意义上讲 浮屠塔则主要是为了构筑 精心制作的创意型关卡 让大家能玩得开心 玩得尽兴 比根鱼的红物根本不能乱用 浮屠塔才是黄梅洗脑驯服手下的主要武器 时间来到抗金龙被吸入人种待中之时 作为被重点照顾的对象 他有幸亲自感受了一番鼻根鱼的异能 他在待中看到了他的偶像孙悟空 在红物的刺激下 在黄梅的场外言语催眠下 他大概率是看到了偶像不堪入目的假象 看到了偶像放浪行骸的假象 甚至有可能他和偶像还发生了点什么 于是从人种待中出来后 抗金龙变得吃吃傻傻了 黄梅此时问 如何他可还是你熟悉的那般英雄 稍微恢复了点神智的抗金龙 不愿承认 但他思来想去 纳尾金鱼确实是他身上的东西 前后经过两次人种 带着他一番对比 确实是由这金鱼引发的这番变化 或许那代中的他 自己心中的盖世英雄 真的是那番明亮 甚至抗金龙在代中时 黄梅有可能在场面不断言语洗脑告诉他 他所看到的一些情景 就是悟空记忆的残影 在多重引导和干预下 抗金龙很难不信 他心中的偶像被打倒了 外人看来耀眼夺目一身正气的孙悟空 私下里都是这番模样 那漫天神佛私下里是不是也这样 难道说纵情纵欲的极乐大道 真的存在 真的能提升修为 他随鬼倒在黄梅面前 拜他为师 时间一晃 来到我们天命人到来之时 听说你们这提供入带剑偶像业务 搓搓小手有点期待 入带一看两眼一黑 等待我们是一只赤烤马后 这里生出两个疑问 一是为什么我们近来没有遇到十位金鱼 二是为什么我们遇到的是赤烤马猴 要解答这俩问题 就需要先明确一点 天命人是谁 先来简单地说一下我的答案 也是目前认可度比较高的说法 天命人就是悟空身上的一根猴毛 白姐叔叔曾夸我们道 你连大师兄屁股边上的一根毛都不如 有可能我们还真就是悟空屁股边上的一根毛 这个说法有待完善 我们随后再深入讲 不过天命人是悟空身上猴毛 这个说法我觉得是很可靠的 那么为什么我们入带是没见鼻根鱼呢 很简单 因为我们约等于就是鼻根的正主 怎么敢让鼻根鱼毫无约束地和我们接触呢 那不是白给吗 事实上在我们天命人到来此地时 鼻根鱼已经被从人种带中放了出来 放在了赵剑湖里 黄梅接着说道 与之前的眼跟耳根相比 鼻根处于圆形状态 活跃状态 他被关在了湖底 刻意与我们保持了距离 第二个问题 带中迎接天命人的为什么是赤鲍马猴 因为赤鲍马猴正是小猴子的偶像 这是基于偶像破除偶像的剧情架构 与抗金龙带中见悟空的设计所对应的推论 很可能在小猴子还是悟空身上一根猴毛的时候 他在花果山见到了赤鲍马猴 那时的马猴必然是恭敬的礼貌的 且是能文能武的 更关键的一点 相比悟空而言 他是自由自在的 他是小猴子本能向往的人 是他最想成为的人 天命人作为鼻根的正主 无法用鼻根鱼的异能来催眠他 使他与虚幻的偶像互动 黄梅于是搞来了真正的赤鲍马猴 来承担这场戏中偶像的角色 他先是忽悠改造赤鲍马猴 你看这世间 弱者都被苛责非难 强者子可横行无忌 你说的那些苦归根究底 皆是力量不够 你不妨想想 若你有那闹天工的猴子一般本事 吃苦的就该是旁人了 黄梅一步步寻寻善诱 唤醒马猴心中对力量的渴望 最终将原本的偶像指靠马猴 改造成了反面偶像 一个试杀狂暴 六亲不认的指靠马猴 并且安排他在天命人的路途中 逐步展露力量 最终人种带中相会 其目的已经不单单是 破除小猴子心中的偶像了 而是唤醒小猴子对力量的渴望 释放他的杀欲 使其偏离正道 这便是前面提出那两个问题的答案 是指靠马猴出现在这一关的 真正原因 那么一个新的问题随之产生 释靠马猴从花果山 带着猴群逃难出来 落脚在火焰山 他是怎么准确跑到小西天来的 这个问题的答案 藏得非常隐蔽 给大家一个提示 梦 黄梅老怪的异能是知梦 很可能这并不是他的异能 而是他师父弥勒的异能 我为什么这么说 大家都知道 在《黑神话悟空》第二章结尾 有一则动画 书生救了一只狐狸 当晚在梦中 他梦到自己和狐狸变成的人 结了婚 生了孩子 有了幸福的生活 但在很多年后的一天 他回家发现 狐妖妻子像了原型 吃了他们的子孙后代 这个短片 有三个带有指向性的疑点 一是这是一个关于未来的梦 而弥勒佛正是佛教中的未来佛 二是当狐狸精吃儿子时 他明确有一个猛然惊醒的动作 这里先确认目光的朝向 当最后他看向书生方向 也就是镜头方向时 狐狸精的眼珠是圆的 这样我们就可以明确 他前面的眼睛看向的是儿子 明确了以后再来细看 他吃着吃着扭头看向儿子的方向 接着有一个明显的瞳孔放大 震惊惊醒的眼部变化 然后眼睛半眯 露出疑似悲伤的身形 这三个阶段的眼睛变化 指出狐狸精很可能是 非自主地吃了自己的儿子 所以猛然惊醒后才会震惊悲伤 狐狸精被心控了 我们发现这非常像黄梅的惯用伎俩 再回过头来想 书生只不过是救了一只狐狸 为何会做出如此离谱生动 情节夸张的梦来 而且这梦里还藏着有人为干预的痕迹 我想这个指向性已经比较明显了 这是一个人为编织的梦 并且结合我之前视频说过的 梦境在西游记中是真实存在的 是现实的另一个次元 那么关于未来的梦境 很可能就是未来的一种可能性 而弥勒作为未来佛 恰恰拥有类似可以观测 多种未来可能性这方面的能力 弥勒和元首成两位绝对大佬 在游戏尾声有一段非常吊炸天的变经 一个是算无一色未卜先知的神 一个是掌管未来的神 一个说未来是不确定的算不准 一个说算不准 只是因为前因还掌握得不够完全 这两个的交锋 可谓最顶级的哲学变经 我们这里主要关注 弥勒这个未来佛对未来的定义 是为不确定 也就是说未来是有很多可能性的 也就是说未来是可以被改变 被编织的 综上我给出推论 书生并不是做了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梦 而是在未来佛的编织下 他在梦中体验了一把实实在在的未来 我们所看到的是经过简洁的梦 实际上书生所经历的 很可能是漫长的连续的未来人生 其拥有普通梦 根本无法比拟的真实感 另外 这个梦里很可能 时而会有一个如恶魔低语般的声音 在书生心里响起 比如在看到胡耀奇子 欣元星吃了儿子时 那声音说道 未来之祸可待乎 本性之恶可变乎 欲而不除 是为疑惑也 书生于是二话不说 无比坚定地杀死了狐狸 大家感受一下 这是不是黄梅的标准作风 看似是当事人自己做的事 实则都是他暗中动了手脚 然后引导而至 那么这第三个疑点是什么呢 书生杀掉狐狸之后 为何会镜头小西天 这里说镜头初看是没有证据的 书生围着狐狸围脖 重新背起了自己的香龙 他可能是继续赶考去了 他可能是在之后的任意一个时间点 甚至很偶然地去到了小西天 这里两个证据锁定推论 一是这个狐狸围脖 证明了行为的连续性 我们都知道 狐狸围脖后面出现在了小西天 那么来试想 如果书生是进京赶考 那除了小西天地界 天气转暖 狐狸尸体会不会腐烂变臭 也就是说 时间跨度一旦拉长 狐狸围脖就不会出现在小西天 他可能在任何一个地方腐烂变臭 早被书生生掉了 第二个证据 是书生镜头小西天的强力兜底力政 我之前聊过 西天取经是一项经过周密安排的工程 是一条编织严密的因果线 身处其中的各个要素 都是因为某种前因 而被编进来承受定果 也就是天命 早就书写好了的是不容有失的 同样 我们在黑神花悟空中 所经历的这一系列关卡 其实也是一项经过周密安排的工程 天命人的命名已经很明显了 沿途专门对接的NPC 给帮助的各位大佬乃至很多小怪 都表明他们就是在等天命人的到来 并且这次的天命 比取经时的天命更为明确且扎实 是多方势力共同参与编制的重中之重的项目 其要求一定是不容有失的 至于最后有没有诗那令说 而沙狐书生作为黄梅门下的大弟子不空 他是敲定了的小西天关卡的要素之一 路线和命运已然注定 他一定是回头小西天的 而且作为大弟子他得早早就位 所以我说书生就是镜头小西天 那么这里完整连贯的解读就是 书生和狐狸二者都是被选中放入棋盘的两枚棋子 他们分别被设计 他们的相遇根本就是命中注定的相遇 当晚他们共同做了一个经过弥勒使徒 编织的极尽真实的未来之梦 在梦中度过了幸福的半辈子 但有一日狐妖被心控 化为原形开始吃自己的子孙 时间安排得分毫不差 醉酒书生回家 恰好看到最恐怖的一幕 此时狐妖心控解除 他看到眼前场景大为震惊 书生直接被吓尿梦醒 这个过程中 有一个声音很可能在书生脑海中响起 那声音一是诱导他拔除祸根 二是给他指路 告知他去小西天寻找救赎 于是书生毫不忧郁杀掉了狐狸精 出门尽头小西天 到了四门外 他丢掉了脖子上的狐狸围波 而小西天外多有在外受动的僧人 其中有一个在雪地里捡到了这个狐狸围波 随带上取暖 最后还是被冻死在了极乐谷门口 后被我们所发现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动弊僧人的长相 和某些雪僵尸的长相是一模一样的 另一边 狐妖变成冤魂 他有可能也听到了声音的指引 鼓励他复仇鼓吹人性之恶 他的复仇理念和践行 最终落实在了天命人身上 成为了塑造天命人三观 引导天命人行为的种种要素 以上便从书生和狐妖部分 推得黄梅之梦的完整内容 那么在了解了书生在梦中受到指引 尽头小西天这个结论后 赤鲍马猴如何来到小西天 便不难想到了 他也是在梦中受到了指引 才准确地投到了小西天 作为这一观中 天命人小猴子的偶像扮演者 赤鲍马猴也是命中注定 要来到小西天 这便是他的天命 最终在偶像真人出演 夹带中残留红雾加黄梅言语引导下 我们天命人逐渐丧失了理智 他看到原来偶像也好杀戮 他看到也感受到了 在杀意爆发下展力的提升 在这场蓄意策划的洗脑大戏最后 黄梅甚至安排让他亲手了结自己的偶像 以示对偶像的彻底破除 接下来是让杀意进行释放的时刻 在杀意沸腾的顶点迎接我们的是黄梅本人 他有一剂叫杖六金身 而杖六金身在修计中是如来的专属技能 在杀意顶点干杖六金身 大家细品这是什么意味 这像不像是在对作战如来而做的培训和预演 如来正是所有佛门弟子的终极偶像 黄梅反复强调破除偶像 打倒偶像 其根本目的就是让天命真 以打倒小偶像赤鸽马侯为引 做打倒终极偶像如来的心理建设 而此处克制杖六金身的术法 禁字诀 恰恰来自于反复来的弥勒 其象征意味不可悲不足 小夕天一难 黄梅只是一枚棋子 为了完成特定的任务 得到了上面的默许 黄梅由着自己的本性放开了手脚开整 她的狂妄和欲望得到了充分的释放 这种行为在棋局设计者的视野里 被定义为天命人的试炼 过得了这试炼才有资格拿到六根 理解到这里我们就会发现 整个过程中所有这些难关的设置 其根本目的不是阻止天命人拿到六根 而是要让天命人拿到六根 黄蜂大阵的进入方法一直在你耳边回荡 浮屠塔的牢门根本就没有上锁 黄梅老怪说 我有弟子三千信众无数 皆为你准备任你杀戮 这些关卡是考验 首先你要够格 更是锻炼让你变得更强 因为最终你将面对的 或者说那些人希望你去面对的 就是一个终极的目标 如果说黄蜂岭灵级的反佛本意 藏得很深的话 那么小溪天黄梅的行为 所影射出的其身后人 弥勒的反佛意图 已经非常明显 这里的反佛指的是 反现实佛如来佛 而不是指佛门 修记里的政治斗争 绝不是冬天vs西天 灵山vs天庭那么简单 它要现实的多 也复杂的多 那么以上便是小溪天 这一关的深度解析内容 得一半 接下来我们来讲 轮回 在黑神话悟空中 我们真的进轮回了吗 真的转世了吗 这个问题 事关故事底层架构 迁移法而动全身 佛教中的轮回概念 颇为复杂 我作为非专业人士 这里给大家简单聊一下 佛教中主要强调 灵魂的不灭性 肉体一宿 灵魂永存 普通人死后 其灵魂就有六道轮回 根据你在世时的 所作所为结算业力 从而决定你是投胎到 天人阿修罗到 这三善道 还是畜生恶鬼 地狱到这三恶道 正常情况下 经过投胎轮回转世后 是不携带任何前世纪的 唐僧作为金蝉子转世 就是丧失了之前的记忆 那么来到黑熊化悟空中 我们在打完一周目后 会出现再入轮回的提示 天命人 你现在可以再入轮回 重走西游之路 这里的轮回 是什么样的轮回呢 首先排除我刚才讲的 正常轮回 即投胎转世的轮回 我们接下来进入 二周目 三周目 乃至N周目 除开游戏设计层面 给的新东西之外 遇到的人要打的怪 所说的话都是一模一样 如果是正常轮回 那么所有这些人 这些怪 他们都会活动 都会干自己的事情 绝不可能和他们 在同一个地点相遇 说同样的话 做同样的事 那么第二种可能性是什么呢 此处的轮回 是新游戏家 是游戏机制上的轮回 相当于游戏重置 似乎没问题 大部分游戏都是如此 那么我们再来看 不对劲的地方 黑风山土地说 不管来多少次了 总是改不了这胡闹性子 这句话有其意 没法作为证据 因为土地可能说的是 取经时期 孙悟空也来过好几次黑风山 这次天命人又来 就来了很多次 或者也可能是说 天命人来了很多次 对吧 有其意的话 我们怕死不作为证据 接下来很明了的话来了 土地说 我在此等候你多时 然后说像 真像 这显然是第一次 见面时才会说的话 打倒广志时 他说 你莫非就是大王说的 那个天命人 马哥说 阁下一看就不是这里的妖怪 莫非也是来拜那黑风大王的 这些显然都是初见时说的话 也就是说 我们这是第一次踏足黑风山 作为天命人 第一次踏上征城 但到了盘司岭那一张的时候 出问题了 四妹表现出了 明显不是第一次见猴子的状态 特仙人更是说 都第几世了 还是这般不同人情 一边是初见 一边又是明显见过 这就很奇怪 如果是上一世的天命人 曾到达了盘司岭 那他是不是已经通过了黑熊精 杀死了广志 过了黄蜂岭 小西天 才到达了这里 或者说他是从盘司岭开始的征程 那样的话 就又不符合关卡 从一到南的设置顺序 让天命人一上路 就是干很猛的妖王 什么武器装备 技能都没获取 那不是去送死吗 很奇怪 对不对 那么我们先不考虑 二周末 三周末 N周末 就单说我们进游戏 打的这第一遍 为什么出现了 有的人是出现状态 有的人明显见过的情况 这一块 我觉得唯一能解释得通的就是 曾经有至少一位 别的天命人 曾踏上被设置好的 复活大圣的路线 但他所经历的关卡设置 和我们完全不同 甚至可能都不是收集六根 在我们之前 有一位天命人 曾抵达盘司岭 邂逅了四妹 他曾承诺带他去看山外青山 不过眼下必须先完成任务 后来他任务失败了 人也没了 天地又重新孕育出了一个新的天命人 直到最后也是最新的这一次 我们这个天命人 踏上了全新设计的收集六根的征程 天地间不断产生新的天命人 踏上迥然不同的道路 为什么是不同的道路 因为神佛也在试 也在赌 看哪条路走得通 走不通 就换一种法子 重新设计路线 A天命人为了某个目的 踏上A征程 没成功 又产生了一个新的B天命人 踏上经过调整的B征程 此种轮回 即不同天命人 踏上不同征程的轮回 我将其称之为外轮回 有外责任有内 我将游戏中开启新周末 再入轮回 这里的轮回 称为内轮回 即同一个天命人 踏上完全相同道路的轮回 是为内轮回 这是游戏机制上的轮回吗 我认为并不是 我给出的答案是 内轮回 是我们进入了梦境 进入了大圣的执念 然后以梦的形式 不断轮回的过程 谁有知梦的能力 荒美 在我们与小西田 打完抗金龙 坠狐之后 不省人事 再醒来 还是身在糊涂塔监牢 这期间 其实有一小段 非常不起眼的入梦经历 我们来完整看一下 有了此番轮回 就别想再轻易涅槃 OK 这一段梦中内容 是不是很好地验证了 黄梅之梦 梦中低语 小猴子与吃烤马猴的关系 等重要信息 更关键的是那一句话 既入了此番轮回 就别想再轻易涅槃 而在大圣藏起来的 反品大圣套中 有这一句对应的话 顿教跳出轮回网 致使七天大圣城 再来看六根中 最为关键的一根 几介绍写道 通圣通灵 长夜难鸣 可在意念中 重又踏上悉行之路 长夜难鸣 是为夜长而梦多 所以我给出的解读是 游戏结束显示 再入轮回的轮回 是一种假轮回 我称其为内轮回 我们其实是进入了梦里 一遍遍重复轮回 一周目 是我们在现实世界中 战胜各大妖王 及其六根中的五根 最后进入大圣的意识之海 从此刻起 天命人 其实就已经和大圣合体了 我们进入了深度睡眠状态 接下来 我们会反复做同一个梦 梦到此从黑风山出发 一路战胜各种强敌 如果我们意志消极 沉沉睡去 那么等时候再次睁眼之时 大圣也便真的死了 再也回不来了 而如果我们怀抱某种信念 在友方各种隐藏手段的帮助下 一遍两遍 十遍百遍 乃至千万遍 踏过这梦境中的每一寸土地 那我们终会发现 一些人在梦境中留下的隐藏信息 找到藏在最深处的 绝无仅有的一份大圣记忆 从而复活大圣 既入了此番轮回 就别想再轻易涅槃 黑神话悟空大圣身死自解 实则是在涅槃 黑神话悟空整个故事 就是各方势力围绕着大圣涅槃 所做的终极博弈 有人希望大圣涅槃完成 初生自带紧箍 有归佛门 有人希望大圣涅槃完成 心圆解放 之声是那个齐天大圣 并且变得比心更烈更强 而大圣自己 在怀抱着更为朴素却高尚的追求 情愿放弃一切 也要奋力一搏 千帆轮回 长夜难鸣 当灵师中的时候 再一次睁开双眼 是心圆归佛 还是大圣归来 这就全由各位天命人 来决定 再次停止